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柯林斯爱分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识别语音 视频生成字幕 文件的小工具 也是这款软件 他就是 简单说就是可以把 我们的视频 音频 转换成中英文字幕 我先对这个软件进行 简单的一个介绍 打开就是选择我们的相关的 音频或视频素材 这里新建 阿里云语音引擎 百度翻译 腾讯人翻译 当然我们 我们获得这个软件的时候 这里是 是没有这里的阿里 没有这里的 百度翻译和腾讯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设置然后填入相关的参数 新增 这里才才会有的 这里设置 这里oss 对象存储 目前使用的是阿里云服务 我们需要申请 相关的参数 然后填入在这里才可以正常使用 这里软件设置 输入必发数 真的不用管 这里字幕输出目录 不用减 说明是字幕文件 输出目录 若为空的话 这里空的话 默认媒体文件 就到同一个目录上 也就是说我们生成的文件 会和我们的语音 视频 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关闭软件更新 我这里不用更新 就把它勾起 保证就可以了 下面是翻译设置 如果不需要中翻译的话 我们不需要开启 不需要双语字幕 如果需要翻译成英文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里打勾 这里打勾 输入的语言是中文 然后输出的语言是英文 输出格式可以是 SRT文件 ARC文件 和普通文本格式 输出文件 选择其中的一个 我们常用的 做字幕的话 就需要选择SRT文件 如果我们不需要 SRT 只需要里面的视频 或语音的文本的话 直接点击普通文本就可以了 这里还选择SRT文件 然后输入选择 UTF-8 数据音轨 选择音轨1 然后这个软件 它支持 常用的视频 格式 像MP4 MQV AVI 格式 像也支持 我们的音频格式 MP3 WAV AAC WMA FLC 这些语音的 音频格式 看什么操纵 这里操纵非常的 简单 非常爽 直接将我们的视频素材 或者是音频素材 拌入到这里就可以了 点击生成文件 这里就可以看到任务的 这里我们要耐心的等一段时间 视频基本上生成 任务完成了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完成提示 可以看到 这个生成的字幕 就是和这个 视频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也就是在桌面 我们可以用 打开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中英文的SRT字幕 我这里先声明一下 这个软件 本身是免费的 只是使用了第三方的 云服务接口 我们必须去商业的 三方平台去申请 相应的云服务 然后 再在这个软件里进行相关的配置 然后这个软件才能正常的使用 这个软件的 介绍 和使用已经完了 然后重中之重 就是这里的参数设置 也是这里的 阿里云 百度翻译 腾讯云 以及这里OS对象的 层属设置 接下来我会把官方的视频 做到这期的视频里面 因为我也是按照这里的 步骤一步一步的 设置过来的 我也希望你们能学会 接下来我们请看 设置教程 mediaOSRT是一款 利用公共云服务的接口 能实现快速 批量的识别媒体文件语音 为媒体文件 自动创建中英文字幕文件 本次教程的内容为 阿里云的相关服务开通 与软件配置 教程主要分五个步骤 第一步 请先自行注册阿里云账号 并完成账号的 个人或企业的 实名认证 在本次视频教程中 将跳过此步骤 第二步 开通阿里云访问控制服务 我们打开阿里云网站 进入用户控制台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 访问控制服务并打开 再看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进入用户操作界面,点击新建用户 填写登录名称,并选择编程访问 确定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成功后,可以看到该用户的XSKID和XSKSECRET,这两个配置可以记录下来 后面在软件配置需要用到 或者我们可以点击下载CSV文件,文件中也会保存用户的配置信息 然后,我们需要给该用户添加权限 在搜索框中,搜索对象存储服务和智能语音交互 并将其管理权限添加到账号 访问控制服务的开通就到此结束了,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开通阿里云OS对象存储服务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对象存储服务并打开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我们先创建一个存储空间 点击右上角的创建Bucket 填写Bucket名称 并将存储空间的读写权限设置为公共读 其他默认即可 然后点击确认创建即可 创建成功后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空间的管理界面 后面软件使用过程中,软件会把临时的音频文件上传至存储空间 你可以在文件管理内对这部分临时文件进行定期删除 避免造成较多的存储费 对象存储服务的开通就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四步 开通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服务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 智能语音交互并打开 软件目前使用的业务接口是 录音文件识别 目前阿里云提供免费版和商用版 免费版每日有两小时的识别时 长额度限制 对于个人普通的需求是足够的 是否需要开通商业版 取决你的使用量和业务需求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点击进入项目管理界面 首先先创建一个项目 填写项目名称 在项目配置中 选择采样率和语音识别模型 采样率请固定16K 语音识别模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用于识别英文 就选择英文模型 用于识别中文 就选择中文或者行业领域模型 点击发布上线 保存项目配置 切回到项目管理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的App Key 这个配置在后面软件设置 也会用得到 智能语音交互服务的开通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五步 设置软件相关配置 我们先打开软件 我们需要新建语音引擎 然后再设置OS对象存储的配置 点击新建语音引擎 这里名称 别名可以根据场景随意填写 这里的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就是防控制用户的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这里的App Key指的是 智能语音交互服务中项目的App Key 这样语音引擎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打开OS对象存储的设置 这里的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依然还是填写 访问控制用户的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BuckyName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存储空间的名称 Endpoint对应存储空间的Endpoint地域节点 注意这里需要外网访问的地域节点 BucketDomain对应存储空间的Bucket域名 这里也是需要外网访问的Bucket域名 点击保存 这样OS对象存储也设置成功了 接下来就可以正常使用软件了 我们先来测试下运行是否正常 我们可以将媒体文件直接拖入软件中 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打开媒体文件的操作 将媒体文件加入软件中 点击生成字幕就可以等待运行结果了 任务运行成功后就可以看到字幕文件已经出现了 这里之所以有两个字幕文件是对应音频的两个音轨 如果音频的音轨一样的情况下那字幕也是一样 至此阿里云相关服务开通与软件配置的教程已经结束了 VideoSRT是一款利用公共云服务的接口能实现快速 批量的识别媒体文件语音 为媒体文件自动创建中英文字幕文件的Windows软件 本次教程的内容为百度翻译服务开通与软件配置 教程主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 请先自行注册一个百度账号 在本次视频教程中将跳过此步骤 如一有百度账号可可知进入下一步操作 第二步 开通百度翻译API服务 我们打开百度翻译开放平台 先登录你的百度账号 登录成功后在首页点击立即使用 点击开始注册 进入注册开发者流程 注册的资料 按照你的实际情况填写即可 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选择是否进行个人认证 如果不进行个人认证的情况下 则只能使用标准版 标准版是免费使用的 但是不支持并发使用 在软件中进行翻译的速度会比较慢 且不支持多个文件同时进行 高级版是有每月200万字符免费额度 超出部分领算价格支持并发 在软件中进行翻译的速度比较快 支持多个文件同时运行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更加推荐完成个人认证使用高级版 这里作为教程视频就不进行认证了 选择赞目认证 点击开通服务 选择开通通用翻译API 点击下一步 选择开通的版本 你可以选择标准版或者高级版 作为教程视频 这里选择标准版 根据业务场景填写应用名称 其他项可以不填 点击确认开通 点击进入控制台 在这里可以看到使用的统计数据 点击进入开发者信息 在这里可以看到申请成功的APPID和密要 有了这个就可以设置软件配置了 百度翻译API服务的开通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设置软件相关配置 我们先打开软件 打开翻译设置 将刚刚申请到的APPID和密要填入到对应的文本框中 在上面可以选择信开启 中音护译或者输出为双语字幕 在0.2.5之后的软件版本中还可以设置百度翻译的账号认证类型 你可以选择标准版或高级版 根据你的账号认证类型选择就可以了 点击保存 这样就完成配置了 然后就可以使用翻译的功能了 我们来测试下是否能正常使用 我们将媒体文件拖入到软件中 点击生成字幕等待运行结果 如果你选择的是标准版的认证类型 在任务日之中则会有相应的提示 已经处理完成了 我们打开文件看一下 可以看到中音双语的字幕已经成功生成了 至此百度翻译服务开通 与软件配置的教程已经结束了 通过前面的视频设置教程 我相信你应该获得了相关的参数 然后把它这些参数设置到这个软件里面 然后这个软件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如果需要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私信发送字幕工具这个字 我会把这个软件免费发送给你 如果这期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记得关注和点赞 或者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特林斯爱分享 越分享越成长 我们下期见